上集我们讲到 肥老草抱着男孩 两个人哭得呃呃声 刘马尼的时候也走上前说 曹老板曹太太 恭喜你们父子母子团聚 我刚才也问过招帝 他也承认 他就后来知道自己拖了这个小孩 逼于无奈 他敢才嫁给那个豆皮疹的 唉 刚才他已经跟豆皮疹讲清楚了 他说 这个毕竟是你曹家骨血 是应该给他认早归宗的了 曹太一听就说 哎呀 刘马 我一定要多谢你 当年你带招帝来我家 是你 现在令到我们老曹家有传宗接代的人 也都是你 刘马 你是我们曹家的大恩人啊 说到大恩人 哎呀 儿子 过来 肥子 肥子坐一手牽着曹太太 一手牽着男子 走到张野仙前边 一声跪下 先生 先生 你才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啊 我们大家跟你扣头啦 两夫妻一提跟张野仙扣头 曹太太看到男子没有扣就说 儿子你快点扣头啦 如果没有这位先生来点破啊 恐怕你这一世都回不到爹娘身边啊 那男子听到也都马上扣头 张野仙就说 哦 大家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快点起床 在下担不起啊 人工你怎么会担不起啊 你何止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 你还是我们曹家列祖列宗的大恩人啊 张野仙就即时扶起他们 曹老板言重了言重了 你敢不是多谢我 简直是折我扬售啊 曹老板 你命中注定本身是有儿子 这件事是谁都改变不了 在下不敢居公啊 就算我们命中是有儿子 但是如果没有先生你的指点 儿子就不会回到我的身边 我们有儿子就等于没有儿子 先生啊 你是我们大恩人 是我们大恩人啊 可恨我肥老草有眼无珠 将你这个生神仙当成江湖骗子 还大胆枉为 说了很多侮辱你的话 哎呀 我抵死 我抵死 我抵死啊 一边说他一边 兜巴猛地升在自己的面上 哎呀 曹老板 你不要这样了 你这样做 我过意不去的 哎呀 先生你给我打多几巴了 你不让我自己打几巴 我的心怎么都不舒服啊 那个顺仔就即时上前说了 喂喂 曹老板 你何必呢 你挂自己啊 那得他自己痛 对我们先生有什么好处呢 这些叫做选纪就不利人 你真是要报答我们先生啊 不如换个方法啊 啊 没错没错 这位歌技讲得对 今天呢 张铁咀看相馆开张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各位 我我我我捐一千个大洋给张先生 哇 一千个大洋啊 观众始终是人人都发出惊叹 张也仙即时说 不好不好 曹老板 我一早说过了 今天我看相馆开张 我是免费和人看相 绝对不会收一个仙的 你居然要捐一千个大洋 你将我张也仙看成什么人啊 难道我张也仙 都是贪图钱财的小人吗 曹老板 你如果要和我捐钱 那不是惊我 你是骂我 侮辱我 陈老太也听了 忍不住拍掌 哎呀 张先生 认真好 全场也是掌声雷动 张先生 你真是高人啊 是我看少你了 他轮转身 对那男子 很郑重其事的嘛 仔 你给我记住 你位神上张铁嘴 是我们曹家世世代代的大恩人 先生 我们现在呢 首先啊 第二天再来多谢你 我不阻止你时间 后面还有人等着跟你看相啊 等到肥老草带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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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完李冬梅的相 跟着又看了个小孩 大嫂 这个是你小孩吗 好相 福相 大富大贵之相 什么话 先生 你说这个小孩福相 不是苦命的相吗 我说的将来 将来 这个小孩一定大富大贵 至于现在 虽然命苦点 是 他在梁胎里面都未够一个月 爹过身 他是个遗福子来的 是啊 是啊 我儿子是遗福子 我儿子是真正的遗福子 我儿子 前振万确是遗福子 九个月了 终于听到有人说我的儿子是遗福子 终于有人肯说他公道说话了 先生 你不是凡人 你是神仙 你是真正的生神仙 就凡你这句话 小女子 和你扣头 李东梅放下的小孩 跪在地上 猛地和张也仙扣头 一边扣头一边说 多谢生神仙 多谢生神仙 张也仙是即时和信仔做个手势 信仔走上前扶起李东梅 大嫂 你别这样了 我们现在不兴扣头的了 现在是文博来的了嘛 要说谷公的了 谷一公就是见面 谷两公就表示尊敬 谷三公 大吉利是 三公公的大吉利是 不行 我就是要求 你不知道 你们这句先生 说出这句话有多有分量 他说我儿子为福子 敢为我伸冤 我李东梅 还冤个豆娥 信仔是将李东梅扶回 在椅子里坐下 又抱着儿子交给他 大嫂 你来看得上了 那不是要听我们先生 讲话才行 如果你字这些 咋的说出来 怎么显得我们先生本事呢 再说了 你不是有冤吗 我们先生虽然不是官老爷 不能和你当堂伸冤 但我们先生 或者可以和你指条明路 你来都为了这件事而已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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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要哭了 抹一下脸 听我们先生 仔细地跟你说 从夫人的面上来看 你的梁家 应该只算是小康人家 但是夫人后来嫁了 先生说得没错 我爹有田有地 虽然地又不多 但是都够全家温饱的 他老人家还扮了一个私属 收了十几个学生 所以我家都应该算是小康之家 但是夫人后来嫁了个丈夫就是大财主 应该如果只说田地都有几万 不知对不对 具体有多少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官府办的地契有一万八千九百 可能还有多少遗留 哎呀 很多观众听到这笔游 又是一阵惊叹 哇 什么生神仙这么厉害的 除了田地之外 你丈夫在几座城市都有生意 而且生意做得几大厦的 形容你家里日进斗金 那绝不为过 哎呀 先生 什么 什么这些在面上都看得出的吗 肯定是看得出的 这个财录 在面上之上显示得很清楚的 连财录都看不出 那又怎么跟人看相呢 哎呀 先生你的神相 真是到了惊人地步了 众人听到不如都议论纷纷 有人就清赞张也先 哇 这个看相的技术 选择一个超凡血族 也有人惊叹 问这个李东梅 哇 那些财力位这么厉害的 张也先继续说 钱财可以使人享福 但是也都可以使人招灾 由夫人的面上来看 最近夫人 似乎遇到一件很大的和事 哎呀 没错 先生看得一点没错 小女子的确遇到一件很大的和事啊 和事的起因 也都是恩财而起 有一帮小人要谋夺夫人的财产 由夫人眉宇间 或忍或现 似黑非黑 似子非子的一股杀气来看 谋夺夫人产业的这帮小人 不是外来人 先生 你真是生神仙啊 那帮小人为首那个 就是我个儿子的亲的唐叔 其他的 都是未出五代的 疏唐叔伯兄弟 他们不是外来的财 但是被财 还要浪读一万倍啊 那帮小人的个好凶残 而且 夫人现在还没有完全跌离险境 恐怕他们还追杀夫人啊 啊 他们还追杀 夫人你不用怕 等在下仔细看看 啊 夫人你的灾难 起于八个月之前 没错了 我个儿子今年刚刚好九个月 八个月之前 就是他满月那人 也是老五 就是在那天发难 嗯 到前晚最为空险 先生又说得对 前晚 说出来不怕大家笑 我个儿子差点被人碾死 小女子 也差点要被人强暴之后 再受骑木雷的酷刑啊 全场听都忍不住又是发出一阵的惊叹 陈老太也都忍不住插嘴 这种木雷之影 虽然古代也有 啊 前清的时候 还是其中一种处置那些通奸淫妇的刑罚 是用一条木棍插入女子的下体 直到将人插死 哎 哎 认真残忍啊 老夫今年都八十岁了 还没听过有什么地方 真是用过这个刑罚 请问夫人 你是哪是人事呢 小女子梁家在创州 夫家就京城以西 不够一百里的怀来院 观听镇 他们凭什么要用这个酷刑来对你呢 家规族法 先夫在世的时候一族支掌 他离世之后 这个老五日做了族掌 是他主张用家规族法来处置小女子 哦 那他们跟你安的罪名 是谋杀亲夫 他们肯定想和小女子安这个罪名 可惜他安不了 小女子的夫君 在张家口城外山上打猎的时候 被毒蛇咬伤而死 那时候 小女子 刚刚好回到怀来院的乡下老家 那如果你没有谋杀亲夫 他们凭什么要判你骑木雷呢 小女子 是先夫的族掌 是她的继室 先夫的前妻 留下位大公子 今年十七岁 说起上来认真荒唐 他们居然无陷小女子和大公子私通 还说这个儿子是我和大公子私通生下来的聂子 我够敢说 只要见到大公子的人都知道 他们肯定是无乃我的 因为大公子自小就已经痴痴呆呆 一句话都说不完整 身上 天天都屎尿未干 因为她自己根本都不知道自己何时 我屎我了 整天都赖屎赖了 嘴角啊 经常是流口水的 你说这样的人 有哪个女子肯和她 黄老五他们 为了决我这个罪名 居然捉了大公子关在池塘里面 先写好了公词 然后哄她按手指摸 跟着就乱棍打死了她了 那他们叫你骑木蕾 肯定要当着全族人公布你的罪状 难道你们王氏一族 没有人出来主持公道吗 李东梅一听你这儿忍不住咬牙齿齿 那黄老五读就读在这儿 他当众宣布 只要杀了他两子那 我连国企一万八千九百某个团 就是由全族的南丁评分 陆先生你想想 族里面所有人都得到好处 还有谁肯为我们孤儿挂母说话 让了个位出来 但还没走的曹老板听到不敢意愤填膺 民国政府都成立了四年了 这些乡下的土豪恶霸 居然还够敢用这么恶毒的手段来谋财开命 简直是无法无天 黄太帅也感变了三年了 王太帅也感叹 全部都要要 前晚 我现在想起都更惊 幸好你丈夫有值得 先生啊 无论如何 你要和小女子指出了生路啊 小女子受了冤屈 不知道可不可以超说 杀死大公子的兇手会不会复发呢 我个儿子啊 祖传的家产 还可不可以保得住啊 由夫人的面相显示 你刚才说的事都可以解决 而且应该已经遇到贵人 我不是指前晚救你那个 是啊是啊 我遇到先生 先生就是贵人啊 不是不是 我指的贵人是另有其人 而且应该 也在这个大艇之上 咦 那是谁啊 那是谁啊 就在这个时候 报社的杨先生 举起个影响机 咔声 和李东梅也拍了一张相 张也先一看就马上指着杨先生说 他就是你个贵人啊 李东梅听到 马上向那个杨先生跪拜下去 而且拿出一张訟纸 顶在头顶 文女李东梅 身遭不白之冤 求贵人老爷 为文女申冤啊 杨先生听到 吓得全身打着冷震 夫人 你搞错了 我不是贵人啊 我只剩一个报纸佬来的 我是报社的记者而已 但是李东梅这阵子 已经先信了张也先的了 他出来这样扯着杨先生 唉 不要管这么多了 张先生说过 你是我的贵人 你就是贵人了 人家张先生是铁嘴神仙 我信得过他 你无论如何都要帮我伸冤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喂喂喂 蠢仔你看一下 喂喂喂 你们先生啊 不要开我还笑啦 快点和你们先生讲一下 我哪算是什么贵人啊 我只不过你是拿不稳食的报纸佬 来的而已 张也仙微微一笑 没错 你是个记者 你是报纸佬 但是此时此刻 对这位皇夫人来说 你就是贵人 因为你可以将他受的冤情 原原本本地写在报纸上 你们的报纸一印几万份 不单是老百姓看得到 政府官员也读得到 老百姓知道他的冤情 肯定会议论纷纷 为他抱打不平 政府官员知道了他的冤情 一定会加以过问 老百姓为他名不平 政府再一过问 自然有人会为皇夫人伸圈 将那些陷害他 害死他大公子的恶人 成之于法 你都没听 这些道哪有犹豫啊 马上向杨先生猛地叩头 哎呀 求求你啊 求求你啊 记者大老爷 记者大老爷 救救我梁母子啊 杨先生啊 扶起李东梅 黄夫人 你起床先啊 我帮你做 这件事我帮你做 那不值得你行这么大礼的 老实说啊 今天呢 我本来来采访张先生 看相馆开张的新闻 你这件事呢 可以作为神相张铁咀的陪亲 我本来就想写进去 既然张先生呢 他已经说 我这个记者佬成了贵人 黄夫人你又苦苦求求 好了 哎呀 你不要多谢我啦 哎呀 我冷饭都飙了 不过这样啊 我最多都做到这一步的 张先生不是说有人要追杀你吗 这件事呢 我又没办法的啦 李东梅又马上转转头 又对张也仙狠求了 先生 小女子求你指点 如果那些恶贼追杀我梦子 那应该怎么呢 夫人你不用担心 张也仙指一指 李东梅 怀抱里面的小孩 你这个小孩福大命大 将来贵不可言 虽然他一生之中 会遇到很多的凶险劫难 但是最终都会逢空化吉 遇难情长的 更何况 救借你们孤儿寡母 这个行善积德 一定会有人出来 帮你行这个大善的 黄太帅一听到大善两个字 去即时整个蛋起 黄夫人 你不嫌弃 住进来我家啦 我黄某虽然不是什么费人 但是落于行善 而且呢 我也都有能力 报你母子平平安安 如果几个乡下佬来我家 捣乱找你 那么对了 我要他呀 走着入里 躺着出回去呀 将夜仙一听也都高兴了 黄夫人 这位黄老爷 是北京城受恶一指的合议之士 有他出面 你件事肯定搞得行啊 看相馆开张第一日 已经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 张夜仙当然非常兴奋啊 黄太帅都很高兴啊 哎呀好彩好彩 自己呢 找到这位生神先 虽然和他不打不上识 而且自己还要花多了这么多钱 但是呀 交到个这样的朋友呀 以后 又可以通天入地 憑直他都不知道可以打通多少关系 那时候的钱财还不滚滚而来吗 这些正因为 小财不出 大财不饮 现在自己和他这么好交情 他又接受了自己的这间看相馆 那我的血光之灾 肯定会和我化解得到啦 所以 为了进一步隆络张夜仙 黄太帅是特地 在来看相馆母纪院的最先头 大牌现职 还要叫了鞍皮帮里面 所有的头目 全部都过来 和张夜仙庆和 这餐饭就认真吃得精彩咯 那些这样的大小鞍皮帮的头目 轮流来敬酒 等到散直 已经即将半夜十二点啦 张夜仙饮宴回来之后 关义一路守在 看相馆的后门 见到张夜仙回来 已经脚步浮浮浪 带着八九分的走意了 哎呀 不行啊 怕张夜仙上楼梯的时候 搭了膠 于是呢 就等张夜仙 坐在楼下等着 自己先上去 点着了楼上的几盏油灯 点着她一点灯的时候 咦 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女仔 正是坐在房间中的 太师椅上面 关义怎样都猜不到 有这一着的嘛 咦 房间中突然间出现一个美女 难道是狐狸精 这个少女正是赵荣荣 她听到关义这么说 马上面才一沉 关义 你很大胆哦 她已经敢来骂我 不是不是不是 我我我我说错 我我说错 大仙你不是狐狸精 你是狐仙 是狐仙娘娘要命啊 赵荣荣 那才听清楚 哦 原来她吓死了 她忍不住 喀地就上来了 你怎知道我是狐仙啊 那 很容易猜的 喏 那间房呢 就锁实的 锁呢 就锁得一锁 还没打开过 门呢 又关闭了的 那你便说一声 就闪了进来了 哇 如果不是狐仙 哪有这样的本事啊 再说啊 我刚刚见到你而已 你又叫了我名出来了 那么大神通 除了狐仙 还有谁做得到啊 更加重要的就是 最重要是什么啊 最重要呢 就是你生一点都不像人 什么啊 你说我不像人样 不是 我说人 哪有生得你这么漂亮啊 这个时候 在楼下的张野 才听到上面的声音 已经是最纷纷地走进来了 阿二 不要乱说啊 这个我师妹来的 啊 她是你师妹 是啊 是我恩师的独生女 那不怪她有这么大神通 原来是仙姑 仙姑啊 我我我我现在呢 立刻下去煮滚水 和你冲茶一下 啊 张野先笑一笑 不用了 你下去呢 自己回去休息 可以了 这里呢 等我来照顾 哈 咦啊 你等了我整晚 好辛苦的了 啊 师妹这些事 我 我自己 你会照顾她 是你送来黄夫人这份口礼 今天的体相馆 又怎会有这么轰动的效果啊 哼 我呢 只不过送了个油头给你而已嘛 啊 猜不到 你又叫记者登报纸 又叫黄太帅收留黄夫人 搞得她场面这么热闹 被你这么搞 黄夫人这场冤误呢 就一定可以超说 她的仇一定可以补 她的家里的财产 也都一定可以补住了 应该没问题的 今晚喝酒的时候 黄太帅已经说了 她说呢 请黄夫人先去衙门那里告状 如果那些当官的不管 她就亲自带人去官兴镇大王庄 把那几个首恶分子杀了她 那其他人呢 没有了带头人 又没有了人敢作恶 肯定呢 就全部都不敢出声啦 前晚喝 我只不过一时二愤 把黄夫人救了下来 但救了之后 我都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啊 师兄呀你真是聪明的了 哈 轻而易举 这么容易就搞定这件事了 哈哈 哪个说轻而易举的 收了这张訟子之后 我足足想了一整晚 才想到这两招妙计的 真是难得你这么花精神啊 哎 你个是因为堂堂武功山女俠 赵荣荣初次落山 行俠仗义 嘿 做他第一件合意之事 又怎能够不等他 啊 中善恩又得善果呢 我肯定要尽力幫手啦 哈 哈 你这个人呢 整天讲讲讲讲 就没来正经的了 先啊 今天 姓曹那个肥佬 你是怎样跟他看相啊 哈 我真是搞不清楚啊 按道理来说呢 这个人啊 哇 比你算得那么准的 如果我不清楚你的为人呢 肯定就认为 你是他找回来的妹了 但是仔细看看 他的神情动作 一点都没有啊 破产的地方 全部都很真啊 还有那个柳妈呢 还有他老婆 甚至啊 后来那个十元仔 都是这样 如果做妹的 哪个有本事啊 可以在那么短时间之内 一下子 找到那么多 演技那么高明的妹呢 所以 我就肯定他们不是妹了 那做妹呢 我相信 老广东人啊 肯定都清楚 那其实 如果发生在北京呢 又是另外一种说法 叫做跟兜啊 跟游啊等等 都是指那些江湖骗子啊 为了骗到人 所以呢 特地找自己的同伙 是算命 他就扮算命 是呢 执银子 他就扮执银子 总之呢 就合起来 骗其他的顾客 或者群众的 那就为之妹了 这些手法 看相拆字 心法大传里面 都有记载过 赵荣荣虽然没有跟他爹 学过看相 但是 張野仙偷偷 把这本心法 给他看过 所以 他都知道什么叫做妹 張野仙点了点头 恩施曾经说过 找个内线 扮算命 这个呢 是最一般的招数 再说啊 曹老板是什么人啊 人家是玄丰米铺的老板啊 又怎可能来做我的妹呢 哈哈 你不要忘记啊 在北京城 人家开了八家米铺的 但是你怎么知道他有个十二岁的儿子呢 而且还当长春的儿子 在朝阳门那里接了来 哇 这件事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啊 我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真的有个儿子的嘛 哈哈哈哈 今天真的要多得 我各位结拜兄弟 关乙 其实 今早 我一早就估到 看相馆门前呢 一早就会逼满了人 所以 我派关乙困在人群之中 偷听那些人聊天 一刚巧呢 就碰到 柳妈和曹肥佬打招呼 怎知个肥佬曹呢 可能是听不见 或者是没有留意啦 有他挂着要来找个算命啊 啊 不得闲你啊柳妈 柳妈 柳妈都不知道多生气啊 等他一走开 就和隔离呢 说起十三年前 肥佬曹啊 找啊招递这件事 关乙刚巧听到 听完之后就告诉我 所以 我就立刻拆博了这场 堂前凌子的场面咯 哇 你这招都挺险的咯 你和肥佬曹啊 搞得这么僵 人家还在你面上 吵了个口水 搞得我都真是一压汗啊 如果柳妈不站出来 又或者 带来的小孩 生得不像肥佬草 那我真是不知你怎么下台咯 哈哈 那我肯定另有后着啦 只不过 到时就没那么精彩而已 还有那个叫做李浩的老财主呢 他调气媳妇的事 都是关乙打听到的吗 当然啦 李浩的儿子啊 因为他爹 调气自己老婆 所以愤然出走 李浩以为这件事呢 很秘密 没有人知道 其实啊 很多家人 早就知道了这件事 有些人呢 就泄漏了出来 左轮右你呢 又全部听了这些八卦 就连他儿子去的 舅父家 也都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李浩的自己 一个不知道而已 哦 原来是这样的 就在这个时候 关义忽然敲门了 先生 先生啊 进来啦 先生啊 楼下有个客人要见你 哈 来看相啊 那不用见我啦 你给他个丑 轮到的时候 再来啦 我也是这样跟他说的 但是他说 不是要看相 是要来拜访你啊 今晚还来拜访我 是啊 我啊 见他生得那么漂亮 那便不好意思拒绝他 先生啊 老实跟你这么说啊 我关义呢 这么大个儿子 还有第一次见到 这么漂亮的姑娘 啊 啊 不是不是不是 當然啊 你师妹就除外 啊 如果算上这个仙姑呢 我便第二次见到 这么漂亮的姑娘仔了 啊 好漂亮的姑娘啊 哼 那你们先生 又怎能够不见呢 快点请他上来啦 咦 你将他请到隔离 贵宾看相室啊 关义一下去 张野才是兴奋 哼哼 猜不到 他来得这么快啊 哈 一听到说漂亮 而已 看你的样子 多高兴 怎样啊 这个是什么人啊 哈哈哈哈 如果我没猜错啊 这个应该是翠云堂 第一号的当红雅姑 王翠美 哼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 大家龟兽 原来都只不过当红妓女 咦 师妹 那你就错啦 这个王翠美呢 虽然只是个妓女 但是 已经有好几家报纸的花边新闻 把她捧为北京城 头号花灰 更加重要的就是 袁大总统的大公子袁克定 是她的温心老启 和她的关系非比尋常的 我如果和袁大公子要接头 就一定要靠她全针引事 你认识她吗 当然认识啦 上武功山之前 我已经了解了她的生平了 和历代祖师相比 这个就是我得天独厚之处 我可以借助保子 以了解那些达官贵人 社会名流的生平样貌 根据报纸的记载 这位花灰娘子 的确有沉鱼落眼之容 闭月收花之茅 是吗 那我真的要看一看她 当然可以了 贵宾看相室就在旁边 一牵门帘就可以过去 你在这边看 讲完之后 张也仙掀起门帘 来到了贵宾看相室 当她坐定之后 黄翠眉就走进来了 先生又来 小姐请坐 小姐 深夜而来 不知道有什么指教呢 指教就不敢当 小女子特地来请教的 先生你的看相馆今天开张 免费和人看了三个相 日下指整个北京城 一传开了你的名头 张铁嘴果然名不虚传 小女子虽然心在归宗 也听说人家传说 先生你今天看相的精彩 我这个人很喜欢臭热闹的 再加上心里面有个疑问 所以忍不住 连夜赶来 想求先生为小女子 看个相而已 哎呀 那真是难为小姐了 不过小姐恐怕还未知 我看相馆的规矩 看相馆都有规矩 那真是要请教啊 哈哈 没规矩 那肯定乱了 我这个看相馆 规定每天只为三位客人看相 今天已经看了三位了 小姐如果要看相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啊 恐怕要明天才行 哦 我知道先生呢 你是今天免费和人看相 那已经看满人数了 如果到我看就不能够免费的 看 无论相金多少 我一律给相倍 蛤 这样啊 哎 先生 看你的样子 的人呢 都应该很善良老实的 難道你忍心 要小女子百行一趟 啊 哈哈哈哈 照你这么说 真是令我为难了 那今天我破例为小姐 看一次相 只不过真的不可以免费了 啊 知道了 知道了 小姐 你知不知道 我的相金是多少呢 啊 那我真的没打听过啊 每看一位相 相金九十九个大样 小姐如果加倍的 那就是一百九十八个大样了 蛤 那么贵 啊 好了 人家说大丈夫一言司马难追 小女子 既然说得出来了 我绝不反悔 一百九十八 就一百九十八了 请问楼下那位看门口的 怎称呼啊 姓关 行义 所以大家都叫他关义的 啊 关义 关义啊 麻烦你和航口的马车上的老陈 说一声 叫他马上和我拿两百个大样过来 啊 小姐 请坐了 等在下 仔细和小姐看一看 黄翠眉于是呢 走到张野仙的身边 这么先坐下 哇 一阵香风就撲面而来 好彩呢 张野仙才知道旁边 又是师妹在那里看实 所以这样才不会心动神谣啊 他仔细地打亮黄翠眉 看一看 咦 一阵间眉头猛咒 一阵间摇头探色 一阵间呢 又觉得好像好疑惑 好奇怪的 咯 嘴呢一边看 一边暗暗沉沉 怪 認真怪 哎呀 真是怪了 过了一阵 等一下 一个大汉就拿了个小包袱过来 黄翠眉接的包袱 打开说 先生 請过目 布包里面 果然是一堆堆 哇 亮闪闪 白白白的银圈 你怎麽下 这栋一共两百的大洋 多叉来那两个 请你打上给关义 小姐 你这些上金 现在我不敢收 为什么呢 因为我学艺未精 没本事跟你看上 为什么这么说 我一个小女子 都可以燕出如山 你一个男子看大丈夫 为什么要食燕呢 你为什么不跟我看上 小姐 不是在下要反悔食燕 不跟你看上 而是看了你的上之后 我觉得 你的面相实在太奇特 在下没有办法评论 所以我只要退回这钱 我自认 看不到这个上 先生你的笑话 我还是不明白 难道小女子 会有什么灾劫 或者要租什么黄和 不是不是 这些跟灾劫无关 小姐你大可以放心 如果小姐面相之中 有灾难的话 在下一定会坦言相告 在下 同人看上的宗旨就是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那我就更加不明白 既然先生有这样的规矩 那还有什么难言之忍呢 那么小姐你的上金 在下一分都不要 我只是将小姐面相里面 奇特的地方列举出来 小姐 你就当成听闲闲 或者当我将有人乱说 二十四都行 我说错了 大家哈哈一笑 就这样了事 怎么了 我以前遇到的 看上先生 没看上之前 都吹到自己 神乎其神 看完上之后 我就已经大失所望 好像先生那样 没看就承认自己 是乱说二十四 我只是第一次遇见 好吧 那就请先生说 我的面相有怎样奇特法呢 小姐 我在你面上 发现了两副相 怎样为之两副相呢 一副就很惨 可以说 这副相 小姐的身世 是惨不可言 惨到极处 而另一副 你刚刚相反 富贵 可以说 这副相 小姐的身世 又贵不可言 贵到极处 有什么理由 一个人得一条命 又怎样有两种命运呢 我就觉得不可能 但是 这些明明 在小姐面相上面显示的 我真的没有说半句大话的 小姐 你的面相之中 还有很多不可思议之处 你想不想再听 听听 我就是要听你说老实说话 小姐所谓两副面上 是表现在你对眼上 小姐你对眼 准准净净净净净 一形上的 12 00 6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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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attempt do i forward do i, chaos 一遍 精��고 towns 但是小姐這對這麼漂亮的眼睛中 總是時不時飄的 人家不可以察覺的仇雲慘霧 我眼裡有仇雲慘霧 我為什麼沒有發覺 所謂仇雲慘霧 是我們看相的專業術語 既非雲亦非舞 小姐自己是看不到的 就算是普通的看相先生 也絕對看不到 在下已經煉成天眼 才隱隱若若 看到多少 天眼 什麼天眼 這個道家修煉之秘 和小姐無關 我眼裡的仇雲慘霧 是福啊 災呢 肯定是災 而且不是一般的災啊 作詞呢 在審某下 雲慘霧 因為我會想去 地災 說明 可以 雲慘霧 不想 在審査 收音 所以 都是 五年 編 作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